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桃园的公民记者新慧 新慧也是新阳坪社区大学公民新闻社的成员之一 很高兴来到PayPal公民新闻平台 来为大家担任客座总编辑 今天我的任务呢 就是要为大家推荐三则新闻报导 据我了解 PayPal公民新闻有7200多位了 所以每天报导的量很多 我负责的是10月10号到10月16号这一周 我大概估算了这一周有230多篇的报导 要在这230多篇的报导选择出三篇 对我而言实在是难题 但是一定要有所选择 所以我就选我喜欢的题材跟大家分享啰 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来自2013说故事传知识中的南湖圈谷 这是由公民记者竭力带来的报导 我攀登过玉山雪山 但是台湾的第三高山 南湖大山尚未完成 要攀登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实在不容易 因为我们要背负30公斤以上的重装备 还要有很好的体能才能长途跋涉到达宫顶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行程 所以我认为南湖圈谷这则报导是真的得来不易 况且这则报导中他有提到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高山特殊的地址 就是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遗跡 圈谷也见识到台湾特有的高山植物 南湖柳叶菜 南湖柳叶菜也是台湾少数存留的 冰河决移植物 还有一个特别珍贵的画面 那就是大甲溪上游原本是干枯的景象 但是苏立台风的来袭后 短短的一天 这溪水就有如万马奔腾而下 能捕捉到这样大自然的反差画面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竭力一个掌声 看过这则报导以后 相信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 他们要推动台湾特殊地质美景 加入联合国地质公园 是非常有希望的 台湾加油 这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第一篇报导 接下来第二则报导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林静岚听藏舞蹈团 是由公民记者淡江大船所报导的 看到这则报导 我非常的震惊 因为影片中的舞者 居然是听藏朋友所组成的 他们听不到音乐的节拍 但是他们在台上可以跳出 那么自信的舞步 一般人练习跳舞 就像我 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练习 但是也未必能跳出完整的舞步 所以我对这个听藏舞蹈台 是非常非常的好奇 看到林团长 他虽然听不到音乐的旋律 虽然他在学舞过程 经过很多很多的挫折 但是他都不放弃坚持到底 更让人感动的是 他学艺有成后 他用同理心来成立这个听藏舞蹈团 让更多听藏朋友可以认识舞蹈 看到他们画不可能为可能 看到他们在台上用舞蹈 展现自己独一无二的魅力 就是这种精神让我感动 这是我的第二则报导 希望能带给我们一个正面的激励 也希望我们都要追寻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们要努力耕耘它 并为自己创下自己的一片天 第三则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众心拱同心蜜 是由公民记者新会所做的报导 新阳坪社区大学 新屋实行农场百年百米计划 已经来到第三年了 这三年来 他们在三月的时候都会插向羊苗 也会在田里养一些小鸭 也就是所谓的鸭尖道 来帮忙清除腐朔龙 看到小鸭鸭认真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觉得它比高雄那只大小鸭还可爱呢 这群更义母友善良田的股东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幸福 因为他们坚持自然农作的耕法 他们坚持不施化肥 也不撒农药 他们努力耕种 当他们看到他们用汗水换得来的成果 就是那田中一大片结实累累的稻碎 这时候所有的辛苦都消失了 剩下的就是那满满的幸福感 这幸福感尽在效益中 友善对待自己的土地 是我们每一个地球村的村民应尽的责任 我希望借着这则报导 能唤起我们大家要重视我们自己生长的地方 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土地 以上三则是我精心为大家挑选的报导 希望大家会喜欢 另外新会要向大家报告 PayPal 2013踹拍第六场次 11月9号在桃园 这场次是由公共电视和PayPal公民新闻平台 与新阳瓶社区大学共同主拜 新会以在地公民记者的身份 来邀请大家共襄盛举 欢迎大家来桃园新屋 来桃园新屋观赏我们客家的建筑的朴实之美 也来体验我们客家的好客与热情的氛围 欢迎大家来报名 我们11月9号见哦 拜拜